內地電影票房復甦 除了題材是票房市場重要支撐 海外大片恢復正常製作節奏 亦有望加速市場回暖 根據貓眼專業版數據公佈 內地2023年元彈檔三天 2022年12月31日至2023年1月2日 錄得總票房5.47億元人民幣下同 反映內地電影市場出現顯著回暖 總入場觀影人次超過1241萬 受惠元旦票房理想 影業股表現大勇 IMAX中國 01970 昨日狂飆逾12% 修捕7.92元 亞里影業 01060 秋星逾半成至0.6元 貓眼娛樂 01896 升近3%至9.25元 這一檔期之中較觸目的電影 要算是《亞凡達》 誰知道 上映首周末全球票房已達4880萬美元 約3.8億港元 成為IMAX全球影史第二高的開畫成績 並創下IMAX有史以來最高的12月全球開畫紀錄 單計中國市場 該電影開畫首周 在IMAX票房達1.1億元 僅佔1% 銀幕數貢獻高達27%的票房 單視在元旦當三天 該電影在內地票房達2.78億元 奪得元旦當票房冠軍 電影票房水漲船高 影業股有望迎來股值重估的機會 加上內地電影市場下一部將迎來春節黃金檔期 新電影將陸續確定上映 進一部支撐影業股 建議留意IMAX中國 初步目標價9元 時代事業股 電影 感谢观看